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还没有听到我的声音的 还没有进来的 把你们的麦查一下哈 然后呢 赶紧进来哈 我们的阳光老师去群里叫一下他们 好吧 小家 小家好好学习啊 小家 录音吗 当然录啊 会录的哈 好 还没有来的同学们 帮忙去叫一下哈 呃 自由女神来了吗 哎呀 妮娜 怎么录 我录制哈 不用你录的 你放心哈 呃 呃 妮娜哈 今天晚上的这节课程的话呢 呃 偏女生化哈 偏女生化 呃 当然你们呢 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值得大家去学习的哈 嗯 好 我们呢 就回到我们的课程当中来哈 那还没有来上课的同学们抓紧时间好吗 呃 呃 我们的课程即将开始了哈 呃 还没有来上课的同学们抓紧时间 我们今天晚上呢 是来自一个女学员的问题哈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的嗯 都 都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哈 那通过这个问题 我们呢 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知识点 好吧 嗯 还没有来上课的哈 呃 为什么电脑网页是9点40才显示画面呢 不知道哦 不知道腾讯课堂那边是怎么锁的啊 天天更好也来了是吧 好 那我们呢 就呃 来上课了哈 我们呢 就开始吧 啊 我们把录音和视频录制上方便大家下载哈 呃 我们今天晚上讲的是三招成熟的本质 让你快速成为成熟的人哈 啊 那么就不不包括是男人 也不包括是女人 反正呢 呃 人都需要成熟稳重一点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呢 呃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找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呢 就是女人为什么要找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就理论上来讲哈 女人遇到一个成熟的男人 情感生活会顺利很多 呃 因为女人是幻想型的 一个好的事情呢 她会幻想无数的 她会她会幻想得很完美 对吧 那一个坏的事情 就一个小的点让她不爽了 她可能呢 扩大无限的隐患哈 那这个时候呢 就要需要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根扎住的这个根哈 能够扎下来 让这个婚姻当中啊 不要去动荡哈 所以他们有足够的胸怀以平和的心态 稳定的情绪可以一定程度上接纳你的缺陷 对吧 好 那今天来了一个女学员 她遇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她遇到一个呃 成熟的男性 就是她跟这个成熟的男性呢 呃 谈恋爱啊 她说可这段这段感情呢 非但没有让她更快乐 反而让她整个人呢 都发现了发现了这个什么呀 颠覆性的改变 变得越来越情绪化了 啊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事情是怎么好的哈 那成熟的男人到底算不算女性的强心针呢 对吧 我们我们女人总是要成熟稳重的男人 总是要成熟稳重的男人 对不对 那么现在啊 我们女人找到了成熟稳重的男人 为什么呢 在这种感情里面并没有发生很多的快乐 反而呢 呃 变得越来越情绪化呢 我们来看一下哈 然后这个女生说 我今年33岁 说老谈不上 说青春更谈不上啊 那么我呢 已经离婚三年 我离婚三年的主要原因呢 就是前夫特别的幼稚啊 跟他在一起呢 我像负责衣食住行的老妈子啊 夫妻之间有矛盾呢 他从来都不想着说去解决问题哈 那有时候把我惹毛了 也会呢 嬉皮笑脸的求原谅 随便你多严肃 他总是吊儿郎当 你看 对吧 就是我们在刚需里面讲的第三个点哈 就是女生说的话呢 不记记不住 对吧 对于职业规划呢 他无所谓 就是没有上进心 没有人生规划 三观东东的人生观 价值观 对吧 对于家庭相处也无所谓 啊 这个就是没有什么责任心 对不对 啊 没有上进心 没有责任心 这么一个男人哈 啊 就总之呢 他就是一个心智如孩子一样的成年人 这样的男人既不能成为你的依靠 也不能成为你的归宿 就是PU高咯 MVD咯 对吧 啊 也就像怎么说呢 也就说他身上的优点少啦 缺点多啦 不足以支撑这个婚姻呢 对吧 啊 那么离婚之后的话呢 啊 我则有一个雷打不动的标准 必须成熟 就找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对不对 好 我也庆幸呢 遇到了一个这样的男生 大了 我三岁 但不论是为人处事啊 为人还是处事 都特别的稳重啊 说这个男生 对吧 为人也稳重啊 处事也稳重 那什么叫稳重呢 对不对 待会呢 我们来讲一讲哈 那他呢 会包容我的任性 还会迁就我的情绪 这让我一度觉得自己掉到了浮窝啊 我们的那个什么呀 魔兵天使来了吗 来了来打一 女生哈 那段时间呢 几乎逢人就说 遇到了一个成熟的男人 到底有多爽 对吧 就什么意思呢 就好像是你 你太久 就你很久哈 你太久没有吃肉 对吧 就会觉得 哎呀 这肉的味道好好吃 你太久没有吃肉啊 吃一次 就觉得太好啊 太好吃了 对吧 太好吃了 那个味道非常非常的 嗯 就就像你们小时候吃了某一种东西 特别的好吃 然后现在让你们去吃 你们好像找不到那种味道 找不到那种感觉了 对吗 有的来打一 就是不是说那个味道变了 是我们已经吃的好吃的东西太多了 再去吃那个东西呢 我们就觉得没有以前的那个味道了 对吧 没有以前那个感觉了 就好像 就好像一个饿了很久的人 对吧 饿了很久的人 啊 突然吃一顿大餐 那肯定爽啊 对吧 肯定爽啊 那肯定爽的不要不要的哈 那么在这个关系当中的话呢 我呢 越来越小女儿心态 她有一点点忽略我的时候呢 我都会难过一下 还会发脾气 说咯 对吧 对吧 啊 然后呢 太久没吃肉了 终于有个肉了啊 你让我问到尾 你要时时刻刻让我闻到肉的味道 对不对 你没有让我闻到的话呢 我就觉得我这个肉就要离我而去了 那随着相处的时间越长 我也就越来越不怎么控制情绪啊 在她面前开心就笑 难过就哭 生气就生气 你们觉得这个正常的来打仪 正常的打仪 就随着就一个就两夫妻呀 或者是一对情侣啊 在对方的面前呢 就做自己 对吧 就是做什么自己呢 就做那个最啊 最最差的那个自己 知道吧 就是 开心就笑 难过就哭 对吧 就一点臣服都没有的自己哈 就当一个人真的不介意我的缺点的时候呢 我反而呢 肆无忌惮 没有约束 就巨婴了 做那个巨婴的自己 对吧 好 他会特别的啊 这个男生呢 他说这个男生他特别温柔的告诉我 我也得稍微成熟一点 我对他说 上一段婚姻 我成熟够了 现在我只想做我自己 呵呵 做巨婴的自己 对吧 认可我这句话来打仪 来 对不对 这就是情商第一哈 情商第一 然后呢 不了解爱情的本质是相互的 情绪也是相互的 对不对 对不对 你对我情绪好 我就会对你情绪好 你经常对我情绪不好 那我怎么可能会使人 就是毫无 毫无怨言 对吧 毫无这个回馈的就 就还要一直保持对你情绪好呢 对不对 情绪是相互的哈 那这就是我们啊 这是我们第一次 因为我表现出来的随意 而开散的沟通 那他呢 表示理解 我便以为他应该是接受了这样的我 就这个男人可能 有点受不了他了 对吧 有点受不了他了 就跟他沟通 叫他稍微成熟一点 对不对 就不要那么的幼稚 不要那么的巨婴 对吧 然后呢 可一直到一个月前 他跟我提了分手 理由是 他可以迁就和包容我 但他还是希望我能够 懂事一点 对不对 我可以迁就你 我可以包容你 但是我不能一无止尽呢 我不能无止尽的让我看不到头啊 你这种东西什么时候都是头呢 对不对 皮肤高了呗 都说在成熟的男人面前 女人是可以做回自己的 只有不成熟的男人才会让女人越来越成熟 于是我迷茫了 你们听过这个鸡汤吗 听过来打鸡 来 都说在成熟的男人面前 女人是可以做回自己的 只有不成熟的男人才会让女人越来越成熟 然后呢 听过这个鸡汤吧 抖音上啊 很多啊 对吧 那也很遗憾 这段感情呢 没有走到最后 我不怪他 他真的很好啊 只是我不能理解是我的情感方向错了吗 他那就很纠结啊 很纠结这个问题 然后呢 男人呢 就是不论成熟与否 男人不论成熟与否 都不见得可以让女人在他们面前 为所欲为的做回真正的自己 一想到这里 我就非常的失望 我就非常的悲伤 所以老师你帮我分析一下 成熟的男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 女人到底还要不要寻找成熟男性作为伴侣呢 今天晚上我们就这两个话题展开哈 啊 来 理解来打一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第一个 成熟的男性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物 对吧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就是女人到底还要不要找成熟的男性作为伴侣哈 嗯 其实在这个咨询的个案当中啊 女生在他的宽容之下 病得有点得意忘形 或者说 只是做回自己哈 那么 他理解 但不接受这样不懂事的你 所以分开 那么我们呢 从系统啊 我们从未系统化的讲解过 成熟的男性 但我发现很多女性对于成熟他有一个误解 对吧 是的 来打一 啊 就我们我从来没有系统化的讲解过成熟的男性的 我会发现他们呢 有一些对成熟这个东西他有些误解 啊 好 嗯 很多的男生的对于成熟稳重的也是很模糊的 在内心的有一个 就是什么呢 正确误差不大的尺度 我们呢 也要今天要讲一下啊 所以的话呢 好 那 第一点我们讲 什么是成熟的男性 嗯 因为一些鸡汤文呢 一些抖音呢 很多人在告诉你啊 呃 只要 只只有在成熟的男人面前 作为女人你不需要懂事 你不需要坚强 你不需要能干 对吗 对了啦 就好像你的成熟 稳重啊 你的你的坚强啊 你的懂事啊 都要依服于一个男人 总要有个度吧 丽娜说的很对 嗯 还有其他同学们呢 很多人 他就很单纯啊 人家敢说你也敢信 人家也敢说你也敢信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问一句 啊 我就想问一句 这么浮于表面 这么拉低女性智力和判断力的话 你到底呢 信了几分 对吧 那如果你也算是一个成熟的人 通过自身 我们去推演一下 我们换位思考一下 他人 对吧 我们来去换位思考一下啊 那么成熟的人真的不介意 不懂事 不坚强 不能干的伴侣吗 对不对 所以啊 我们要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呃 一个人哈 一个人会通往成熟 他必然经历过幼稚和现实的洗礼 明白幼稚的代价 也清楚现实的利与弊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成天面对一个 嘻嘻哈哈 哭哭闹闹 吵吵闹闹的伴侣呢 因为你的维度很低 人家的维度很高 你们两个人的维度就 就有差异 差异就会有冲突啊 能理解这句话来打 成熟稳重 他本身维度是很高的 这个台 这个门槛很高 成熟稳重的门槛 对吧 很高 维度很高 对吧 然后呢 哭哭闹闹 哭哭闹闹的啊 说实 生气 这个维度很低 只要是个人 小朋友都可以生气 对吧 小朋友都可以哭啊 门槛很低 只要是一个人 都可以 对 那么你们两个维度的悬殊 是有多大呀 门不当 户不对了 能理解我的意思来打 这就门不当户不对了 肯定有冲突啊 对吧 肯定会有 冲突 因为有差异吗 有差异的地方 一定有冲突 对吧 所以根本就不是一个品种 相关都不吻合 对吧 好 那 我们来讲讲哈 那这个 成熟的确呢 可以比 不成熟的人 更宽容 我们也不是没见过成熟的男人包容自己的女人 但所见的冰山一角 并不能代表 他们这段感情的完整的目的 对吧 那难道 只限于说 我哭哭闹闹 我吵吵闹闹的 这个男人都不管怎么样 我不管怎么样 他都不会离开我 他都不会放下我 他都会很爱我吗 前提一定是你有其他的价值的支撑 对吧 等下我会讲啊 前提是你有其他的价值作为支撑吧 认可吗 认可了哪里 比如说 什么呢 利益了 比如说你娘家的后台很硬了 对不对 比如说 你在工作上 你在维度上各方面 比他更有价值了 对不对 啊 比如说 你可以 你可以 你这个时候 你有一些小缺点 他是可以 你哭哭闹闹撒娇的时候 作为女儿的一部分 但是你有作为母亲的一部分 你作为妻子的一个部分 你作为情人的这一个部分 这三个部分都有啊 对不对 那比如说 我们把 把 十分 分为2.5 那 这个一部分是2.5 你作为 他的人生的这个 他在工作上 他在其他方面的话呢 你能帮他解决问题 作为他人生导师 那是2.5 你作为他的妻子啊 能够理解他 跟他精神共鸣 对不对 然后呢 能够包容他 那这是2.5分 你作为情人 给到他撒娇啊 给他 他激情呢 给到他新鲜感 2.5分 那么加起来 就是 7.5分 那之所以 那个7.5分 和这个包容度的话呢 那 他因为前面的大的价值来包容你这些小的价值 这是很正常的呀 大家能理解这个尺度吗 能理解来打一 能算出这个尺度来打一 就像我在前面讲过 一个男人他第1年 在追求你的时候 他为你可以跑4条街买 买夜宵 是因为基于他的所有的激情 他见到你眼里的所有都是好的 百分之百的 对吧 百分之百的新鲜感和激情 然后呢他那去跑了4条街 那第2年他呢 可能还会为你去买夜宵 可能会为为你跑 但是呢他会跑为你少跑3条街 只能跑1条街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激情 新鲜感 这些东西呢 可能掉了一点 对不对 你可能还保持着原来的那个模样 没有成长 也没有突破 然后呢 你就保持这个原地踏步 那可能他掉了百分之30 还有百分之70 就是他可以为你去跑 但是他不会去 再跑4条街 那如果你再想他跑4条街 你可能就要去加 加你的筹码 比如说 你可以多赚100万啦 比如说你可以为他怀了一个孩子啦 那他可能呢 再去为你跑4条街 对不对 那 如果不是的话 那他为什么要去这样做 所以我们很多人的思维就是固化的 知道吧 在 情感当中他是固化他好不容易找到一个 成熟稳重的男人 他就以为啊自己呢就可以为所欲为 对吧 那就固化在那里了 其实不是不是的哈 一个人在幼稚的时候 希望找一个成熟的伴侣 一个人成熟以后 更希望找一个成熟的伴侣 细评一下 若评不出来 就带入自身去理解 认可我这句话来打 当你的高度提升到这里来的时候 你就像人家说的那样 你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那样 你开宝 你走两条腿走路的时候 你可能呢 你可能选择的 另一半呢 是 并不是很优秀 但是失恋了你还会很伤心 你开宝马的时候 你找到一个不优秀的伴侣 你可能就没有失恋的 没有那么伤心 对不对 因为成年啊 成熟的人 没有那么多精力去陪你玩情绪游戏的 也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陪你养 玩养成熟 那个游戏的 成熟还有另一面 叫做务实 所以我希望大家务实一点 就不要老是那 那种独鸡汤啊 电视剧啊 然后呢 自己的幻想啊 小说啊 看多了 看得很虚幻 看得很飘渺 看得一点都不务实 对不对 我们要干嘛呢 就是你可以幻想 你可以有理想 可以梦幻 对吧 梦幻也是一种什么呀 梦幻也是一种给我们自己提供一种情绪价值 你可以梦幻 但是你的什么呀 理想和梦幻 不能啊 跟现实的差距 脱离太远 对吧 你脱离太远了人家就会觉得你不接地气 你脚不着地 懂不懂得来打一 对吧 我哪怕我 我务实可能是 可能是三 然后呢 我幻想可能是四 那这个呢 是一个合理的尺度 对吧 所以成天给女性灌输什么成熟男人面前就可以做幼稚的小孩的那个内容 实属软刀子杀人 还有你们 一样的啊 软刀子杀人 什么啊 真正爱你的人是不会离开你的 软刀子杀人 对不对 啊 你你你不要难过了啊 他你他离开你是他眼瞎 啊 是他失去了你 是他失去了这么优秀的你 不不基于客观事实去这样去安慰一个人是属于软刀子杀人 记住来打一 都几十岁的都几十岁的人了你还要做个什么小孩啊 你本来就是个大人得用大人的方式生活恋爱结婚工作传承 对不对 所以不管你找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你都应该做大人 在感情里面哈 为什么呢 你们看哈 一样的这个万变不离其中 我我我不是我在这里不是教女人哈 万变不离其中 你们男人一样的啊 你们要学会这个什么样 换位思考一下 贴合自己 在感情的世界里面 看是做小孩的那个人更占便宜 但是其实他更卑微更低级 更没有未来 你们男生不是一样的吗 对吧 在感情里面 你们男生呢 什么事情都不管啊 看是什么东西都都做甩手转柜 什么东西呢 都是丢给女人 那看是你呢 占了便宜 但实际上的你更低级 更没有未来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子了 因为 心胸 再广阔的人 都不可能 一辈子都迁就这样的你 只要你有抱着做小孩的心态 你的幸福是有时长的 明白吗 你的幸福是有时长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从这种关系开始的时候 你的幸福已经进入倒计时 什么时候终止 对方的忍耐底线 就是你的终止线 我忍耐不了了 我不 我不想再忍你了 对吧 我已经绝望了 你们的关系就终止了 女生就来跟你离婚了 对不对 是来打疫 所以 我我所讲的东西不分男女哈 那你们去对照一下 两性的那个那个PU和MV 你们就知道了 对吧 所以为什么要你们在 确定关系以后 你们还是要去不断的去成长 你自己 不断的去提升你自己 因为我们的摩币天使很爱学习哈 好了 那这个什么是成熟的男性 大家现在有一个 大概的理解了哈 那大概理解的话呢 我们呢 接下来呢 就要讲一个什么事情呢 我们接下来就讲一个 话术的提炼 那么我们讲话术的提炼呢 我们首先要讲一个三部原理 这是很多同学呢 不太清楚的 什么叫三部原理哈 那三部原理是什么呢 嗯 就是 你你就是前 就是什么呢 你最后一步哈 最后一步 的目标 目标 是展示价值 对吧 啊 然后呢 展示 你是 一个什么样的人品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 你有什么样的思想 对吧 啊 这是你最后的一个目的哈 那基于这个目的 你前面就要做铺垫 你前面就要做代入 对吧 啊 你前面呢 就要做一个铺垫 你怎么铺垫呢 比如说 我想要去展示我这样的人品 我前面肯定要一个 话术去提炼 对不对 你可以说 很多鸡汤和视频说 遇到成熟稳重的男人 女人就不需要懂事 坚强 能干 你觉得 这句话 客观吗 就是你把这句话打出去 看似在跟别人讨论这个话题 懂吗 就你看似在跟他 讨论一个话题 这是第一步啊 没有m3模型 好吗 不是m3模型 三不原理 好吗 你前 你后面要展示 你后面要展示你自己 你前面要做一个铺垫 不分男女 不分场合 不分人际关 不分这个什么 性别 比如说 你跟女生这样聊 你也可以跟男生 女生可以跟男生这么聊 你也可以跟你身边的人的关系这么聊 对吧 你或者是 你跟一个老友 你 你们俩聊着聊着聊着 可能聊到那情感这个话题来了 对吧 都可以的 那我现在在讲三不原理 听清楚啊 不要到时候又忘记了我 那么我们说了这句话 你我们把球丢过去 女生肯定会接这个球 对不对 女生会接这个球来打一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们两个应该是聊的 还双方的 态度都会友好的情况下 你才说出这样的句话吧 对不对啊 那双方 聊的很友好的 社交态度 说这句话 你铺这个链对吧 你不可能说 你刚加一个 你刚加一个人的吧 你刚加上 一个男人 或者是一个一个女人 你就说 很多鸡汤说什么 你就 这叫什么呀 交浅延伸了 总来打一 你刚加一个人 你就说 你就说这句话 不合适啊 就是我上面说的那句话一样的 我上面说的沟通一样的 你不能说 这句话是对的 但场景不对 话就不对了 你思维不对呀 对不对 你不能说在这里学了这句话 学了这个瓢 你就跑到那里去 往别人头上扣啊 往别人头上带呀 是不是 交浅延伸 就是很多学员的问题 他们很着急 对吧 交浅 延伸 为什么呢 很着急呀 很着急要结果啊 所以呢 就话术乱丢啊 所以没有思考能力 话术乱丢 满天飞舞啊 认可 认可我这句话来打 是吧 好 那 现在的话呢 我们来讲一下 女生他接了这个球 接了这个 我是讲 急于 你们两个人呢 在这个阶段 该说这个话的时候 哈 我不是 三不原理也要看时机 时机不对 你不要启动三不原理哈 那么 等女生进入了你的话题 说出自己的观点 你就可以先尊重他的观点 认可一下 来展示自己的价值 就是 这是第一步 我们的铺垫 第一步 对吧 啊 然后呢 女生说了一句话 属于第2步 对吧 我们呢 属于第3步 那 这个我们呢 接下来说的这句话呢 就是第3步 我们怎么说呢 比如说 嗯 我们在这里哈 就可以这样子哈 第一个 哎 你可以说一个人会成熟稳重 那么一定经历过幼稚和单纯 让自己呢 栽了很多跟头 成熟的人 情绪稳定 看东西长远 但是他一定也希望 让另一半跟自己的思维在一个层面上 而不是找一个不用懂事 不用坚强 遇事就逃避 想生气 就生气 首先两个人 思维差距就注定了两个人会产生很多的冲突 你觉得呢 他有没有就你们把这个词 这个关键词 你们要去优化一下 啊 我我在这上面的话呢 比如说我在上面说一个人通往成熟 他必然经历过幼稚和现实的洗礼 明白幼稚的代价 对不对 那我们呢 你去说这个话的话呢 你要用大白话 明白吧 就你要转化成 大白话 什么叫大白话呢 就 你在这个课程学的东西 你就把课程的学的这个东西呢 去完全去套 人家 有的人 有的人 有的人的知识面 是有 是有限的 有的人知识面 有限 你要接近 他的理解层面 对吧 你用这个 上面的那个很高级的话 他听不懂 所以 你要接近 你要用什么 接地气一点 大白话 让他能听得懂 一个真正成熟稳动的人 说东西啊 一定是让别人能听得懂的 而不是在那里呢 好像觉得自己很牛逼一样的 能理解哪里 对吧 所以呢 一定是经历过幼稚和单纯 让自己呢 栽了很多跟头 就不是在那里什么岁月的洗礼呀 什么的 他就听不懂了 成熟的人 确实情绪比较稳定 看东西比较长远 但是他一定也希望 另一半呢 跟自己的思维呢 在一个层面 而不是找一个不用懂事 不用坚强 对吧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就是你第二个话说呢 我觉得不管找什么样的另一半 自己首先应该 做个大人 在感情里面 看似做小孩那个人轻松 不用考虑很多东西 可以随时发脾气 生气 要对方哄 实际更卑微 更低级 更没有未来 对吧 你可以这样说 对吧 你一定要去把这个话题 变成大白话 然后呢 更没有未来 胸怀 胸怀 再宽广的人 都不可能一辈子 都迁就 这样的你 只要抱着小孩的形态 幸福 就会 进入倒计时 什么时候 中止 对方的忍耐 底线 就是你的中止线 你觉得呢 对吧 我觉得 首先做个大人 对吧 你这个什么在情感当中 对吧 然后呢 自己呢 要有个度 对不对 那你后面再 再去说这些话 对不对 你把这个话理解之后 你先说 说完之后呢 意思就是 你要掌握一个度 什么时候该生气 什么时候不生气 对吧 第3个的话 你说 我觉得 很多鸡汤 和视频都在 误导人 就是要误导一个人 误导一个人 然后呢 什么遇到成熟稳重的人 就不需要坚强能干 不管遇到什么人 首先呢 还是要自己强大 不要呢 太过于依赖对方 那 不然对方现在可以包容你 接纳你 世事无常 万一哪一天 不接纳你 包容你的人 那么自己的坚强能干 也没有了 应该是 抱着有你 我会锦上添花 没有你 我也岁月今好 才是一个 有智慧的人的选择 你觉得呢 对吧 这些都是延伸的话 一定是你们的 你们已经到了联系感 就这个女生已经对你有好感了 你们聊情感话题了 你们才可以去这样聊 对吧 好 那我们现在呢 这个我们学到的这里面 我不是提炼了三个话数吗 对不对 那我提炼了三个话数出来 大家注意 你提炼了三个话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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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准一手 一定不提炼了三个话数 不要有做别人的导 这个什么呀 不要做别人 人生导师的嫌疑 不要把自己的观点 强加给别人 我们跟任何人沟通 都一样 万变 不离其中 知识是用来温暖别人的 知识不是用来 用来让你去炫耀的 炫耀自己的优越感的 知道吗 啊 而是在女生 他没有就是 而是在女生他没有一定坚定自己的立场 说就要找一个成熟稳重的人 将来我就可以不用懂事 不用怎么样 包容我的任性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你可以去这样展示 知道吧 啊 那如果 如果他非要有这样的价值观 他就是说我就要找一个成熟稳重的 男生 我就在他面前怎么立 怎么立 我就怎么立了 你去说这样的话 那么你们两个人的价值观就起冲突了呀 理解吧 这个女生呢 你说了这句话之后的话呢 他的 比如说他第2句话 他第2句话说出去的话呢 他说我觉得不客观 对吧 我觉得 凡事还要自己怎么立怎么立 对吧 他呢 他往你这个价值观上偏 你就可以去说 他要是非要 这个价值观 他非要就是认可 他说我觉得很好啊 我就觉得怎么立呀 我就觉得怎么立呀 那 你就不要去说这个东西了 你脑子是活的 东西是死的 东西是固定的 但是脑子是活的 脑子活的 他可以把东西去 干嘛呀 去改 对不对 啊 不但展示不出你的价值 得到女生的认可 反而让女生反感 你这个大男子主义 你滚蛋 你有说教的嫌疑 对不对 你展示价值 一定是结合了 女生对这个感兴趣 你才展示 就像买东西一样的 人家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我才去介绍 对吧 这是社交 万变不清 社交其实就是认知心理学 对不对 你要有这个基础 基本的认知 不感兴趣 我说出来 说出话来了 人家也不喜欢 我们要有眼力近 在什么样的场景下 说什么样的话 对呀 那人家都听不进去 你说那么多不是废话吗 废话换不来尊重 对不对 两个人的三观相符 一定是 他的价值观 往你的观点上偏 你才可以去打 也就像像狙击一样的 你本身在500米内 可以完成的狙击 这个女生的价值观 在1000米 你还狙击发枪 你不是个蠢才吗 你做的事情 不是是燃病软吗 认可我这句话来打 这个形象吗 来 给你们表达的形象来打 对吧 人家 你本来你的射程 只有500米 然后你非要人家那1000米 你非要的 你非要去 射程1000米 你 不是 不是人家有问题 是你有问题 我都说了一个人思维错了 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的 对不对 简单爱 你为什么只给莉莉发花 你不给老师发花呢 我有怀疑你在追求莉莉的嫌疑 简单爱 我有怀疑你在追求莉莉的嫌疑啊 等下莉莉说 人家说莉莉莉莉是我的啊 你不要跟我抢 好我们再接着往下看啊 所以呢 思维里面哈要时时刻刻想到这个通 想到这个东西啊 千万不要拿在那里 思维是个好东西 对不对 你们的思维要在这里得到升华 不要一天到晚在想着 老师我跟这个女生该怎么聊啊 你们发现没有啊 你们发现没有啊 就当你们在学习当你们在学习这个思维的时候 你们不觉得 学这个东西比你们去聊女生会更有趣吗 对吧 如果你感觉学这个东西 比你去干嘛呀 比你去聊女生更有趣 我觉得你上道了 如果你觉得 哎呀 老师你讲这啥呀 什么啥逼玩意儿啊 对吧 还不如教我说 跟女生怎么聊 我觉得你 你啥呀 你废了 对吧 为什么呢 很多同学问我 要怎么样得到灵感 你们觉得什么是灵感 就很多同学他们问我哈 老师 怎么样得到灵感 你觉得什么叫灵感 灵感是什么 谁来告诉我一下 灵感是什么 心心自火说还是需要内化 对 灵感是什么 灵感就是悟性 知道吗 你得通过大量的知识推卸 对一切 然后学会 思考理解 再去加工 就是 我 我这个东西 我要成为一个好的产品 我是要经过无限的去打磨 优化 加工 把它进行一个 细加工 对吧 精细化的加工 啊 所以呢 那你学会思考理解呢 加工之后就是灵感 也就是悟性 我想告诉你们的是 灵有灵性的一个有灵性的人太少了 就我看了这本书 我马 我看了这本书 我看了这本书的这一个 第1页和第2页 我就大概知道了 这本书整个的章节 甚至有些人是什么呢 他看了这本书的标题 他就知道了这本书整本书 他写的是什么东西 这个灵感 太少了 灵性的人 有灵性的人太少了 但是悟性的人很多 那些悟性的人都是长期的 学习 的人 在他们脑子里 他们的脑子才会好用 你们认可我这句话吗 认可来打一 所以老师呢 也会经常 去 看一些 公众账号 对吧 但凡是 跟这个公众账号啊 但凡是跟这个公众账号 的年度很深的 一些粉丝 就是 经常扎根在这个 公众账号里面的这些人的话 那么一定是学习力很强的人 一般学习力很强的人 通常在社会上他不会混得很差 明白吗 他不会是在社会最底层的 能理解我这句 这句话来打了一 只有 那些不爱学习的 对吧 他没有知识 没有很多东西 是天下 你讲啥呀 怎么让我在 怎么让我工资 都无形中 上了2000块 真的搞不懂 不知道你在说啥 所以的话 知识是可以变现的 好我们再接种 因为你思维对了 你人说什么 做什么就对了 然后呢 你就会拿到很多好的结果 对不对 所以的话 有什么公众账号 推荐吗 你们现在呢 先把老师的课程 先学会好吗 先把我的课程 这些课程 先学会 先内化 再说 我再给你 我就算给了你很多的 一些公众账号 你可能你的层次 你的理解 能力 达不到这个级别 你也没有办法 去 领会 对不对 好我们再接种来看 所以你的大方向 你的学习的大格局 是要有 然后你的小格局 一点一点一点的渗透 之前我在长期关系里面 讲过一个格局的事情 对不对 那么这个 应该有吧 我给你们看一下 在长期关系里面 我 我我就希望你们的有一个大的格局 什么叫大的格局呢 我告诉你们 就你 你在现在的当下的这个阶段 你就做当下这个阶段要做的事情就好了 就不要呢 东搞一下 西搞一下 我们看一下 对 就是在这个关于格局 一定位 这里 你会发现 为什么 为什么米其林的老板去卖面 开面包 开面包店 他开不起来呢 原因就是因为 嗯 他可能 用着上市公司的 思维 然后呢 去应对这个面包店 对吧 那肯定呢 做不好啊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我 我在想的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 你呢 大的格局 你的格局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定 就是你一定要去定 就是 从最终的目标 就是人生的规划来讲 的话呢 你格局与定位越大越好啊 就是 你要有格局点 就不要斤斤计较 对吧 不要呢 我上个班呢 我做个事啊 我总觉得我吃亏了 我总的觉得别人在算计我 可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格局 定位 量身定制用起来呢 才事半功倍 一个在 还在开面馆的人呢 不能按照米其林的经营标准 对吧 然后呢 这个 一个在奋斗的创业者 不能全然的套用已经成功的思维啊 这是真正确的哈 这会不会影响终极目标呢 不会 格局和定位不是一成不变的哈 也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 他是寻俗静静的 逐步完善且提升的 就你还在第一层就用第10层的格局 这很扯淡的 因为你第一层你还不不一定能够什么呀 看见第10层 什么意思呢 我就说我 我就说我打个比方 就说我自己 就我以前 刚 刚就是进入哈 就是驻扎在 腾讯课堂 进驻腾讯课堂 然后呢 第1年 腾讯课堂就是 年会 当时在北京 完成的 然后呢 那一年的年会呢 我们呢就是我们是小机构嘛 然后呢我们那个时候呢就 想说多认识一些大佬 在他身上的学一些经验呗 然后呢我们就去找一些 找什么呢 我们会去找千万机构的老板去聊这个天 对啊 去套他们 都在说啥 他们怎么做的 但是同志们 他们的东西不一定呢 能合适你现在当下的小机构 为什么呢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 因为 他们可能呢 一个团队有 四五百人 对不对 他四五百人 或者是五六五六 就是 一百多人 他们 一个什么呀 他一个这个 这个什么呀 一个项目 或者是一个 一个 组 就可能呢要十几二十个人 对吧 然后呢 戏化的很 很那个 然后你小机构的话呢 你可能你当下呢 你也请不起那么多人 然后呢你自己呢 要做很多的事情 对吧 那所以没有办法能够去完成到他的那个级别 所以的话呢 大家呢 一个级别一个级别的完成 不要呢 现在这个级别就想 其他级别的事情 没有用 记住来打六 就你现在 啊 你你想说 诗语老师 诗语老师你都是看什么书啊 你的 没有用 我看的 我看的 你也不一定能理解 对不对 因为有时候我讲的课程 我把课程都已经 啊 说的很 已经 很大白话了 但还是有很多同学 他不能理解 对不对 你说你要去啃那些枯燥 五位的书 那你不是更 对吧 疯了吗 好我们来再讲第2个哈 那大家记住哈 千万呢就不要像我 上一节课讲的一样的就是认知心理学里面有一个概念 就是我们会因为一个标题 我们会因为一个什么那个情绪让我们很爽体验让我们很爽 我们就去 就去买这本书就就去干了这个事情 然后最后发现了这本书哭涩难懂 对吧 所以我们当下 小白阶段 我们的当下呢就把自己当下的这个阶段 你的身份 你的阶段 你要完成的事情 你做好就可以了 好吧 记住来打一同学们 啊 你当下呢就把这个你当下的这个事情呢 小白的阶段 你在这一个小白的阶段你该干嘛的 你干好他 啊 你干好他呢 慢慢你思维升华了 你再去做其他的事情是没有问题的 好 那第2个是 成熟男性的作用哈 就你哭的时候 幼稚的男人 不会为你擦眼泪 你肚子痛的时候 他也不会 为你 冲 红糖水 就是幼稚的 那些巨婴 对吧啊 那 成熟的男性呢 他可以做到 不是说他真的多优秀 也不一定说他心里全是你 而是人家怎么也吃了这么啊 这么多年的米 对吧 走了这么多年的路 啊 这点眼力近还是有的 啊 所以呢人家那去做这件事情呢 不一定说他心里就全是你 那有些渣男他也能做得到啊 任何我这句话来打 对吧啊 那成熟稳重的男人可以做到吗 不一定 那渣男他也做 所以这点这点关系为这点关系的维系能力 怎么可能没有 若没有叫个屁的成熟 对吧 可 那成熟男人最大的作用压根不是这玩意好吗 啊 不是这玩意 当然当然了不代表这个不重要哈 但是人家的作用不 人家的作用是发挥的很大的 不在这些小玩意上啊 那么 而是呢 很多女性过于在乎这些 并不算 高的成本 或者是高 价值的输出 你 你选来选去 你好不容易遇到一个成熟的男人 你就指望他给你倒点热水 擦擦眼泪 买买夜宵 傻吗 任何我这句话来打 有很多的男生 女人的思维 他就是 他就是 哎呀他就是怎么说呢 他就是这么点 啊 这么点出息 知道吧 好我们再往下 再往下看啊 他就这么点出息 啊 那你我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 给你倒杯水 半夜给你买个烧烤 这些都不属于 稀有的物种 对吧 而现实是 有些人 无论男女 他偏偏 啊 他偏偏 为了这种成本的付出 感动的死去活来 只能说 只能说他们什么呢 只能说明他们的维度 太窄了 见识的太太太浅薄了 就是 他们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有见过 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所以呢 他们认为 当下啊 他所缺乏的东西就是最好的 认可我这句话来打 就是我们缺爱吗 我们我们原生家庭带给我们都是缺爱吗 对吧 所以呢我们呢没有见到过最高层面的最好的东西 我们呢只是在追求我们缺什么东西 我们要什么东西 对吧 那什么东西呢 真正的 我告诉你们真正的稀缺的资源是对方的谈吐 对方的知识面 对方的商业视野 对方的控制局面的能力 对方的情绪稳定 对吧 不要小看这个特点哦 要培养这些特点 所好的成本是极高的 可遇不可求的 最佳的配偶 是你人生的战场的盟友 而不是找个人满满满足你的惰性与巨婴 你们认可老师这句话来打 对吧 你你要满足你的懒惰和巨婴 那你不如多赚点钱 花高高于市场价 去找个优质的保姆 他同样可以把你照顾的很好啊 如果你建议花钱 那是不是也颇有一些男人们 想找个免费保姆的心态呢 还有很多的男人 有很多男生他的他的思维也是很 很幼稚的啊 我告诉你们就老婆的作用 不是睡觉发生关系 如果是这样你不如找一个长期的 炮友 对吧 饥渴了几十年的男人 他们认为找个老婆就是睡觉的 发生关系的 我告诉你们老婆的作用是 一点是 精神共鸣思维层次的相当啊 女生身上拥有很多正面的东西 而不是负面的东西 爱慕虚荣 刁蛮任性 自以为是的优越感 不懂共 共情 双标 你敢要吗 你敢要吗 敢要来打一 不敢要来打 对吧 一个女人身上 拥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而不是正面的东西 什么负面的呢 爱慕虚荣 老是老是呢 把你拿给别人去对比了 老是打压你了 对吧 刁蛮任性了 就没有善解人意 这一说 然后呢 不理解 不 这个什么呀 自以为是的优越感 就永远觉得自己比你高一等了 本来呢 在两性关系 双方是平等的 他总觉得自己比你要高一等 对吧 然后呢 不懂得共情了 然后呢 你说什么呢 他总是从来都 都不care 对吧 双标啊 什么叫双标呢 就对自己呢是一个呢 表示自从找了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我被宠的连饭都不会吃了 我衣服都不会穿了 不懂得穿了 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他像一个糖衣爆蛋 甜甜的 但是炸开后呢 很危险 就像有些女生 我要谈一场甜甜的恋爱 幼稚 知道吧 所以大家总认为成熟的男人呢 带给你的就是不必懂事 事实上 真正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成熟男人 他会让你变得越来越优雅 越来越知性 越来越锐智 越来越稳重 这是一个良性的引导 就他身上有这样的影响力 他会去影响到你 就你可能原生家庭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然后呢他呢能了解你这一块呢 他会帮助到你 他爱你同时他会帮助到你 去清理掉你身上的这些垃圾 去帮你呢去干嘛呀 帮你去 达到一个 就通过他的影响力 通过他的维度通过他的自身的这些知识面 他帮你去拉高你的层次 知道吧 然后呢你很强势 然后呢你你之前说话很强势 你之前说话情商很低 他会帮助到你 他会在先认可你的同时 回到家里面之后 他会告诉你 真正的社交是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你你我很我很认可 我很理解你 你当下你去你 你去做这样的社交 是因为源自于你的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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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他心服可服 而不是去做一个人生导师 知道吗 然后你就会让这个女人 他之前呢 在社交的过程当中 满身之刺的情况下 把他慢慢慢慢的 变得越来越柔了 越来越柔和了 所以你们要去做这样的男人了 对不对 慢慢变得柔和了 有不少 我就是这样的男人 对呀 你要大宝对不对 多有自信呢 可以改变我们成这样的呀 对呀 能理解来打六 而不是一个 恶劣的关系中 逼你去优雅 知识 总是来满足他的自私自利 就有些人呢 他总是在生活当中 他要改变别人 你不要去改变别人 你要去影响别人 就用你的一个人生 用你的人格魅力 去影响他 他在在这个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他总是做做不好 导致他 他的关系呢 都是很紧张 而你做的呢 你的朋友又多 对吧 你的关系又好 你的兄弟呢 又很讲情意 他就会 他也想得到这样的一个东西 他就会慢慢慢慢的 被你呢 这种魅力 无疑是他自己 会去影响 他自己会愿意去 发自内心的 去做这样的人 对吧 所以成熟的男人呢 更像一个好领导 因为 因为他觉得 这样好啊 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力量优秀 如果自己还是这个鸟样的话 那可能就会失去啊 对吧 所以成熟的男人呢 更像一个好的领导 他会开阔你的眼界 提高你的格局 跟着他混 你会越来越好 一个20多岁的女人呢 在他们面前作 他们还能花一点时间 去教会他成熟 但是如果一个30多岁的女人 在他们面前作 那真的就忍不了了 小桌移情 大桌就做死了 能力借来打仪来 所以不要呢啊 觉得啊 我好不容易呢 找到了一个什么呀 我好不容易有100万 我就把它给化光 对吧 一样呢 就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 成熟稳重的男人 我就 我就不需要去调整我自己 我就 不懂得节制 不是这样子的 成熟的男人的爱 不像 不是像非黑几百的人的去理解 什么爱了爱我就包容我的全部 前提是你有什么值得我爱 你们把这个东西想明白 认可我这句话吧 你说爱我就应该包容我的全部 这是一个结果 这是一个结果 但是 前提 是什么发生的 是什么导致的 我爱你呢 我会去包容你呢 如果你想明白了这个道理 是不是就 不会去瞎做死呢 对不对 好 还有一些啊 我再去举个例子吧 我还 我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就是 你想要做自己 我们想要在感情当中做自己 对不对 那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的 去做自己呢 你想怎么样 说想怎么样生气 都可以吗 都可以来打 不可以来打 就像我在前面讲过 我前面的课程里也讲过这个东西 对吧 你 你随时随地都生气 显得你的 这个什么呀 情绪很随便 我在第七课里面 讲过情绪管理 对不对 然后呢 情绪 平衡的 平衡的这个把控 你 你男人说 你老是做 男人说 既然你这样子 那随便你怎么想吧 随便你吧 随便 对吧 是不是 好 那你想做自己 想怎么样生气 想怎么做 想怎么生气 都可以 但是 撒娇生气 这个什么呀 但撒娇生气 一言不合的 这个什么呀 你这个 女人哈 这个生气呀 要男人哄啊 就像春菜一样的 就你 就像那个什么重庆火锅一样的 你偶尔吃是可以的 又油又辣的 经常吃 你会消化不良 你的胃是受不了的 对吗 这个可以成为话术吧 对吧 待会我会告诉你们 怎么成为话术 所以 我们理解了这个举例 那么 我们通往爱情和婚姻的道路上 会不会更通透一点呢 同学们 你把这个 你要是不会的话呢 你就 万这个 世间万物的规律吗 规律我们去应对一下吗 对不对 我长期我天天吃糖 会不会腻呢 我天天吃这道菜 我会不会腻呢 你的思维就进步了吗 对吧 成熟人的感情和成熟的人一样 心态和情绪都是向上的 不是负面的 懂了吗 不是说 没有负面的情绪 而是不会太极端 总是大哭大闹大笑的 还极端单纯的说要别人爱自己全部 可是 连我们的父母也不会说爱我们全部吧 对吧 有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些事情 他们也会屌我们吧 说明我们是个 蠢蛋 是个傻蛋 对吧 你怎么这么个傻蛋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提炼话术呢 又是三不原理 三不原理 我们又回到这里来 三不原理的提炼话术 比如说 你想要去 你想要去引导一个女生 不要作死 就比如说 比如 比如这个 你跟这个 这个女生的已经 很喜欢你了 对吧 然后呢 你了解了 然后你了解 他的原生家庭 你原生家庭 你可以不了解 比如说他前男友 是怎么样分手的 对吧 然后呢 导致 没有安全感 对吧 作实分手的 对不对 那差不多 类似 差不多 你不要说明 不要他说明了 对吧 比如说他跟前男友分手了呀 最好是什么 原生家庭 可能呢 就是像那个国强的那个案例一样的 他跟他外 从小跟他奶奶长大的 然后他爸爸妈妈都没有见过 他从小跟他奶奶长大的 这种女生就比较的缺爱 比较缺乏安全感 那比如说 他比较缺乏陪伴 因为他的父母呢 从小都没有陪伴过他 所以的话呢 他在 这种缺失啊 你原生家庭的这种缺失 他就会把这种缺失带到亲密关系里面来 知道吧 他把这种关系带到亲密关系里面来的话呢 他就比较缺乏安全感 他就需要你陪伴 对吧 他会经常让你陪伴 那么我们呢 就可以提前 去说这个话 我们怎么样提恋话术呢 啊 那我们可以说 我们公司有一个女生谈个恋爱 天天跟男朋友 桌 男生忙 目有回复信息 也吵架 基本上 是一个星期 就有四天啊 都是在吵架 我在想 是不是每个女生都这样啊 就来了解一下他的价值观 他是怎么样子的 对吧 他会不会说 嗯 怎么样 你盘上这击 理解吗 理解来打一 爷爷打一打打他比较缺爱 知道吧 缺乏温暖 缺乏陪伴 好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三不原理 你第一个话题抛出去了 你等女生呢 嗯 接你这个话题 还记得我刚才那句话吧 就如果女生呢 也有这样的价值观 那 那 我们呢 就可以啊 就还是那句话哈 如果女生呢 他觉得 嗯 我觉得 嗯 也不能太过了吧 嗯 这个一个星期都有 有四天的吵架了 还有什么幸福可言呢 那 他会表达 女生会 表达 这个观点 那这个观点哈 这个观点呢 跟你的 观点 出入不大 你就可以去展示 你怎么展示呢 你比如说 嗯 我认可 我认可 女生需要男生的 陪伴和爱 但是有时候呢 生活工作 肯定会 出现其他的事情 分散一部分的 经历 需要理解一下 撒娇生气 一言不合 要男人哄 就像穿菜 偶尔吃是可以的 又油又辣 经常吃 会胃受不了的 你觉得呢 就是 你前面 就我们的沟通啊 你先前面要尊重别人的观点 尊重女人的情绪 尊重女人的感受 他的感受的存在 我们得尊重他 你不能否定他 这是一个共情 这是一个场景 懂了吗 要贴近他的感受 你要尊重他的感受 懂了来打一 话术就这么体练了 啊 同学们 现在学会体练话术来打一 来来来 别啊 回头老师 话术怎么体练呢 是不是 大量知识的推切 你没有这些知识 你怎么体练你体练个屁呀 你往哪体练呢 是不是 啊 好 那还有啊 还有呢 这个我们要啊 我们要成熟的男人 更多的是要他 宽广的眼界 博大的格局 今生的 智慧 以及不凡的谈吐 对不对 所以呢 那这个呢 比如说女生说我要找一个 成熟稳重的人 啊你是不是觉得 成熟 稳重 我觉得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他更多的是 宽广的眼界 呃眼界 博大的对吧 就你前面就 直接的加一个我觉得 一个成熟的男人 就好了 不就又提炼了呀 是来打赢 对吧 啊你现在你现在只要把前面的啊 我觉得一个 那你只要把这个 把这两个字 改掉 我觉得 不就行了吗 只改两个字就行了呀 是不是 比起无 无底线的纵容你的任性 他们更会提点你的姿态 比起给你洗衣做饭 他们更应该用在为你开疆扩土上 是吧 所以很多女人都在都要找成熟的男 成熟的男性 恕我直言 不是每个人都吃的笑他们的 如果你没有成熟的情绪框架 根本看不到他的 成熟背后的情感 智慧 是不是这样是来打一 啊 我们今天 晚上来的新 女生他新的女学员 对不对 比如说他提醒你这样不对 也许呢你只会情绪化的认为 他不够爱我 所以你吃不消他 你消化不了啊 你消化不良啊 你面对成熟稳重的男人 你的能力不够你驾驭不了啊 对吧 啊 人家 人家提醒一下你要成熟一点啊 你就 你就认为他不够从我 他不爱我 你看不到人家 你盖着不到人家 你盖着不到人家 成熟背后那个情感 智慧呀 对 所以 不过呢 这个男人呢 既然配得上成熟二字 他也必然有一定的沟通技巧和心理预判 不会出现说让你难以接受的言论 啊就不就他不会都像很多人说话 就很直啊 很怎么样让人家就就在有水平的沟通下 你仍然情绪化不是对方的问题 是你无福销售 对吧 是不是这样子来说来打鱼 你可以撒娇 你可以赌气 你可以任性 但是只能拿来当 生活的甜品 偶尔来一下 调节一下情调 如果你说你把任性赌气 当作生活的主食 你天天吃 你也吃不消啊 太腻了呀 所以有些女性呢要成熟的男人只是呢要一个满足他各种情绪各种要求各种命令的 附庸之人 但他们落魄的时候呢又希望呢你可以拿像个晴天柱一样 哪有这么好的事情 对吧 哪有那么好的事情都被你们的都撞上了你说你是谁呀 对吧 任何我这句话来打鱼 所以说一个女人啊 老师的思想就像金矿 这就是门当户对 是啊 你得你得思考一下你要成熟稳重的 男人 你你当下的你这个思维你当下的这个 这个这个维度对吧 当下的品位层次 你能消化的了吗 你消化不了你还在要这个要那的 还不如去洗洗睡吧 还不如去提升一下自己吧 是不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去 一定要去想明白哈 那第3个成熟的本质 什么是这样成熟的本质呢 成熟的本质是什么呢 比如说 女人渴望男人 成熟 啊 男跟男人渴望女人懂事 本质上 都是一种 利己主义的行为倾向 无口后费哟 啊 你们觉得 爱情就不能纯粹一点吗 为什么还要把利益 就搁在一起呢 有没有这样学员 来打 我觉得爱情是美好的呀 你不要玷污了爱情好吗 爱情是这么美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还要非得要去 嗯 去去什么呀 你把跟利益挂钩呢 哎呦 我哪个去 你们试试试试试 你们能不能 你喜欢那个女生是不是因为人家长得漂亮 你就喜欢人家 人家喜欢你是不是因为你你家里呢买了个房 你家里有个辆车 啊 你这个男生呢 脑子比较灵活啊 对我将来有用 没有用他 他要跟你在一起干好呀 是不是这样是来打一 我就觉得很多 小同学啊 小可爱 很可爱 他总是把爱情想的 很单纯 很美好 爱情是美好的 但是爱情的两个人 是吧 他们相互匹配 一定是有利益挂钩才能相互匹配的 不是阿妈阿狗都可以配的 选择伴侣 就干嘛呢 选择伴侣就要符合自己的利己 倾向 这才能一定程度上去 延展关系的时长 OK 记住了吗 时长 这才是活心 活心在这里 对吧 那我告诉你 那如果一个男人 特别特别的包容你 他利于你 但是呢 没利于自己 他一边在退步中难受 一边又放大了你的胃口 最终 可能让这种关系崩溃了 是不是啊 那一舔狗 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然后实在受不了了 去骂 骂人家女生 会怎么地 对吧 是来打银 所以呀 所以啊 所以我们回头 我们回头来 就来 再来问 再来看一下这个女生的问题 这个女生的问题 就是说 嗯 就是我们在上面不是说了吗 这种感情非但没有让他快乐 反而那让他整个人都发现了颠覆性的改变 变得越来越情绪化了 对吧 那他女人到底要不要寻找成熟男性作为伴侣呢 对不对 那他成熟那到底是一个什么 女人要不要找成熟的男性作为伴侣 我觉得要 但是一定是要你自己 的驾驭能力 你自己的经营管理的能力 对吧 你能不能管理自己的情绪 你能不能经营好这个 关系 是不是也要经营 是不是也要管理呀 对不对 我打个比方说 我有一个闺蜜 他有一段感情经历 让他至今难忘 这个男人对他太好了 处处为他着想 很少想自己 对他不满忍着 心里不爽忍着 对吧 就不断的忍 也不说出来 对吧 然后呢 本来呢 只有50%的缺陷 但被他的溺爱 养成了100% 宠爱吗 对吧 溺爱吗 然后呢 就像一个人一样 我这样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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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会 你会给我糖吃 对吧 我下次还哭 对吧 我下次 我下次 我下一次这样哭 你不理我 我就干嘛呢 我就越发 我就放大尺度 比如说 比如说我这一次 我不理你 我不理你 对吧 你呢 一天来 哄我 对吧 好 明天呢 我干嘛呢 我下次跟你呢 你干嘛呢 我 我干嘛呢 关机 对吧 关机呢 你呢 又批天来了 又批天 来了 对吧 我又觉得很好 第三天 我关机 你不理我 对吧 我拉黑你 你又来了 对吧 然后呢 第一次吵架呢 我呢 去隔壁房间零碎 你哄我 你哄我 对不对 然后呢 第二次呢 我去隔壁房间零碎 你不哄我 我就开始呢 出去 对不对 第二次呢 我来你不哄 我就 夜里跑出去 跟你吵架 我夜里跑出去 是不是变本加利呀 是来打一 对吧 然后呢 我发现 我跑 然后呢 我发现我跑出去呢 你又哄我 我下次又跑 对不对 然后呢 你下次跑 你不找我的话呢 哎 我就干嘛呢 跳楼 就会助长了这个什么样 负面的气焰 知道吧 你自己在助长自己的啊 你自己在助长 自己的负面 气焰 你还没有觉知 这是情商最低的人 气焰哈 他没有觉知 觉知不到 还没有觉察 这个事啊 干嘛呢 这个事不好的 不觉察到 所以后来两个人分开了 对吧 后来两个人分开了 你这个男生已经受不了了吗 对吧 后来两个人分开了 最后呢 又见了一面 这个闺蜜问他 当时你为什么不好好教我呢 让我们这么好的一段感情 未能开花结果 多遗憾 最后 我变成了你的旧爱 甚至呢 有的旧爱都不是 对吧 最后分手了 我连挽回的 我连挽回的欲望 我连挽回的动力 都没有了 这 屁股 屁股高啊 理解吗 理解了哪 就是在移动关系里面 因为啊 移动关系里面 因为自己缺爱 对吧 然后呢 导致 屁股升高 可怕吧 我想 大家应该遇到过这件事情吧 有遇到过来打一个三来 啊 有遇到过的这个 来给我打个三 对呀 好几个啊 好几个女的呀 都这样做死的呀 啊 不过孙老师以前也做过哈 啊 男说PU是啥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节课好吧 男宝宝哈 看一下第四第五节 两这个第3第4两节课就可以了 PU是缺点哈 MV那是优点哈 所以有的时候呢 爱是一种抚摸 但有的时候爱是一巴掌 他有时候可以抚摸你 但是呢有时也要去打一巴掌 知道吗 他没有及时打住那个巴掌 闺蜜呢也没有及时受那个巴掌 所以没有寝了 我没有把你打醒了 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原生家庭当中的话呢 你的一些 你受过的一些伤 我可以在这个亲密关系里面 帮你去修复 但是呢 你不能依赖于我了呀 你不能像个溺水的孩子样的 把我也给什么呀 你自己溺水了 我去救你 你把我也给 抱得紧紧的 抱得死死的 结果呢 我人你没救上去 把我也给溺水死了 所以我要打一巴掌给你打醒 知道吧 他的支持不对 你就得打一巴掌 对吧 睡来打一 有有有有 你们有了解过 就是一个人溺水了之后的话呢 你千万不要 下去之后的话呢 然后呢 就是你要在 在后面给他拖住他 千万不要在前面 前面他就会把你抱得紧紧的 然后你就没有办法滑了 因为他们做了救命稻草嘛 对吧 你一定是在后面 啊 揽着他 然后呢他就会自己飘上来 你就会 你就可以有的动 对不对 你在前面他把你给哭得紧紧的 你哪怕你是个游泳健将 你也没办法呀 对吧 所以 他在以他 以为的方式 爱我 我在以 我以为的姿态接受他 我们都 错了 导致那么好的感情 我们未能配得上 所以想要一段好的感情 一定是利人又利己 忽略自己 并不伟大 忽略他人 也不高明 对吧 那些跪舔的人 忽略自己 伟大吗 感动了自己 没感动别人 啊 是不是 把自己呢 感动了跟个死猪一样的 对吧 感动了自己的痛哭流利 哎 人家那并不需要 啊 忽略他人就 自以为是 对吧在那里呢 你很有 有优越感 也没 没 没了用 所以记住哈 记住哈 嗯 你就说 你以后呢把这个提炼成化数也好 我说一段好的感情那是 双赢的对吧 双赢的 你说 就不要说利己利人哈 人家 很多女人呢 他听了这个话 他就会觉得你功利性很强 他不能接受 那些小白知道吗 你来打一 要变成大白话 听不到了吗 利娜 听得到吗 要变成大白话啊 听得到来打一有声音的打一个有声音来 所以你千万不能说啊 利人又利己 你不要跟我跟女生谈利 有些女人他就是这样的 你跟他谈个利 他就心里想说你爱我你还要讲究利吗 对 所以呢你千万不要 你要共赢的 你说 这一段好的感情一定要共赢 对吧 然后呢 不爱自己 忽略自己呢 并不伟大 忽略他人呢 也不高明 你觉得呢 是不是 那人家就听得 哎 千万不要跟他说利呀 不要了 所以老师跟你们讲 权衡利弊的思维 然后呢 你们呢 就跟女生的去讲利 你就疯了 知道吗 真正的成熟 其实是有一种 力量的温柔 双方都成熟 感情的天平 才能稳定 成熟的男人 会把你 变成 小女人 什么叫小女人 就不是那种 作的哈 不是那种作的哈 就偶尔撒娇 让他体验一把 大男子的 大男人的英雄主义 就是保护了 是吧 保持自己的爱好和适当的距离感 拒绝 啰嗦 唠叨 歇斯吉里的 吵架 和翻旧账 这是女人啊 记住了女人来打一来 女人呢 成熟的本质啊 成熟的本质啊 这是女人女人要成熟啊 成熟的本质哈 他会让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 真理的存在 就让你从强势 满身是刺 慢慢变得柔和下来 就让你曾经 就是 就类似于我吧 就我曾经 也是因为就是 就是各种的困难 所以呢我 我可能呢就是花这一部分的钱 我那一部分的钱就不会去花他 因为我花了的话呢我会觉得 嗯 就就不太好嘛 然后另一半就会说 嗯 你如果说你 你如果说你吃 你不吃好一点 李老师呢穿穿好一点 但是呢你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啊 你整个人的这个精神气呀 还有这个这个面部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气色啊 不好啊 那你穿那些好看的衣服 他也不能帮你提升你的整个的精神面貌啊 那我一听 挺有道理啊 你们觉得呢 是来打鱼 对吧 所以沟通你一定是这样子 你如果不吃好一点 你整个人的 你就没有精神 你身体上的很多的营养输送不上来 然后你穿的那些衣服 你整个的精神面貌啊 你气色不好 没有用啊 对不对 所以他会说 你身体 一个人的身体 最不缺的 就是医药 啊 最不缺的就是什么药品啊 还有那个什么医生啊 给的保健品啊 还有这个什么 你最不缺的就是那个打掉水啊 一个人身上最缺的就是营养啊 你要营养均衡啊 我一听 挺有道理的哦 啊 对吧 哎 那就这 既然这样的话 就让他在 在我的在我的人生当中做一个人生导师咯 可以呀 我能接受这样的 你这样的教导啊 对我有力 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呢 真可我来打溜 对吧 所以我慢慢慢慢变了呢 你既然买吃的 那就买呗 那那你你你对身体好呗买呗 那无非少买几件衣服咯 少买几个包包咯 对吧 所以他会让你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真理存在 就这个意思了 所以你们如果在未来 你们没有这点智慧的话 你怎么去影响一个女人 你没有办法影响啊 你傻不溜秋的 应该该表达的话你都说不出来 语言语言这个 他词穷 你说不出来呀 是不是 对吧 所以他会他会让你的强势慢慢变得柔和 他会让你自卑讨好变得自信起来 就是 他如果在一段关系里面前面的那个人老是打压他否定他 不肯定他 那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老是拿去鼓励他支持他信任他 慢慢你就会变 自信了 之前我在专一里面不是讲了不要去打压吗 而是尊重吗 用自己的维度去带领女生 而不是去改变女生吗 对不对 所以看到彼此都会忍不住 笑的 秘方 就是这个啊 所以一个人若成熟 不论男女 应该都能做到 言辞上 不冒犯 记住啊 同学们 不要去冒犯 哪怕是亲密关系 你要做到看到彼此 哎 彼此看到彼此都会笑的那种忍不住想笑的那种 一定是这样子的啊 一个幼稚的人会随时消耗你的精力 金钱和情感 只有成熟的人 才懂得相互关爱的力量 这是成熟的本质啊 对吧 而我而且我们人最大的优势不是独立 我们人啊 女人呢 女人 最大的优势 女人哪 最大的优势 不是独立 至少这个时代不是 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呢 能力 是 你想要 你想要找到一个成熟稳重的男人 你要 具备 使用他的 能力 对不对 各方面的能力 以及 这种能力与一切的平衡 包括使用上的平衡 我怎么使用这个 成熟稳重的男人 对吧 就像我们爱上说的六种能力 爱上里面说的六种能力 哪六种呢 知心力 觉察力 对吧 一个成熟稳重的人告诉你 叫你懂事一点 你还没觉察 我就是我呀 上一段感情我 我都 成熟的那个了 我现在 那上一段感情不叫成熟 如果上一段感情你成熟的话 你就不会破裂这种感情 认可吗 认可来打一 对吧 成长力 爱情的成长 我的成长 啊 然后呢 修复力放下过去 修复信心 吸取教训 平衡力 沟通力 这些能力 这些能力对不对 所以一个女人 最大的 我就说了一个女人 最大的优势不是独立 至少这个时代不是 对吧 最大的优势是能力 认可 认可我妈 就是我们课程当中教的都是这些 我们课程当中 教的全是爱上的六种能力 你如何把握 你如何有尺度的把握好 用好 对吧 我们在那里都是在那里教这些 所以成熟就是做事的原则 有章法 有分寸 我教章法了吗 交分寸了吗 交了来打一来 我有教成熟做事的原则 有章法 有分寸的有 交的来打一 我第1 第2 第3第4第5第6节课 第7节课 全在教这些东西 对吧 社交的规则的章法 分寸 对不对 然后呢你的优点和缺点 然后呢你怎么样做男人 怎么样做女人 然后呢在婚姻当中的话 你的优点多缺点少 你会怎么样子 对不对 分寸 然后第7节课 保护你自己的情绪 全在教这些东西吧 这是第1步 我教你们成熟稳重 第2步 包容 但不放纵 就是我可以接纳你 对吧 我可以尊重你的观点 我可以接纳你的观点 但是 我不会一味的讨好你的观点 我有自己的主见 我有自己的思想 如果我们 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观点不在一起 就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 我就不会去说这句话 如果我们的观点相同 我就会去说这句话 我不会说 交险延伸 我也不会说 哎 我说出这句话 让我们的观点起冲突 对不对 是来打溜 我这里是不是有教啊 包容 但不放纵啊 有教吧 严格 又不苛刻 对吧 就我对这个事情我比较严谨 但是呢 我不会去啊 苛刻这个事情 懂你 但不 盲从你 我们的刚需里面是不是讲懂你 对 但是我不会盲从的迎合你 取悦你 讨好你 爱你 但不牵绊你 就是我不会控制你 我不会掌控欲很强 我不会老是要去改变你 我不会老是要去打压你 是不是 一切 恰到好处 这样的去理解两性关系 才是理性 成熟高级 有质量的 两性关系 登科我这句话来打一来同学们 所以这个课程真的他价值根本就不止2180知道吗 这价值上万的 而且呢我讲的都是大白话能让你们的很容易听得懂 对不对 所以呢 我希望你们能够把他学进去 知道吗 你不学进去没有用的 你们最 有很多学员 最大的啊 什么叫牵绊呢 牵制他呀 成为他人生未来人生的绊脚石啊 牵绊 就是想想改变他呀 想牵制他呀 成为他的绊脚石啊 不是让他变成更好的人 而是害怕他变成更好的人 啊 价值过亿 真的吗 来把你们觉得超值给我打在公屏上好吗 觉得对我们这个课程的评价的给我打个打在公屏上哈 然后呢 就是 我们今天晚上作业就是 嗯教大家就是这三个知识点啊 就是还是一样的哈就是三个知识点小章节 你都学到了哪些东西啊做作业 三个小章节你都学到了哪些知识 对你接下来啊 就是三个 知识啊 你知识要学肯定要用嘛 对吧啊 你知识你学了你不用就没有用了 对吧啊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何应用 在你的这个社交场合 场景下吧 啊 第三 如何提炼话术 好像你们对如何提炼话术比较感兴趣哈 然后呢对其他的呢 啊 不是很感兴趣 对吧 理解来打6 超值的哈我们的10宝宝对 所以自由的风也是 嗯 报名没多久哈 所以我都说了呀我不会去夸大我们的YMP课 但是我一定会给到你们真的想要的啊 这个罗姨啊 罗姨搞罗姨小可爱 嗯 知识很丰富啊 嗯 好那 呃真正的爱情 如果没有默契度 那就废了 没有默契度那就废了 知道吧哈 那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就像我们在七大刚需里面讲的样的你想你的我想我的对不对 那就分道扬镳了哈 中道不中树 好那 那 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讲到这里了我还要给大家提醒一个我还要给你们呢 呃 是谁呀 咨询一下VIP课啊 等一下啊 呃我还要给你们讲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 就是 嗯 我发现很多同学他们不是学不会他们也不是脑子笨 大家那道理理论都懂 就是不去实战 啊 就是不到不去实战 不到关键时刻不想学 啊 到了用的时候都不会 你觉得我这个说到心眼里去了来打赢 对吧 就是不去做 就是不去实战 找人聊天 对啊 不单单是你找人聊天 你今天学的这个东西 你可以干嘛 你今天学的这个东西你可以去到 你的社交场合下去用 知道吗 你不是笨知道吗 不是脑子笨呢 是你 根本就不到关键时刻呢不想学 啊 到了关键用的时候呢都不会 这是什么你们最大的 弊端 壁垒 在这里 学习没有门槛 什么人都可以学 但是为什么对于你们来说的门槛最高呢 问题是 你们的门槛在这里知道吗 这是门槛 阻挡你们的 门槛 就是这个 强你说老师说的对吗 对来打一 你今天我都说了呀你我为什么要你做作业 你如何应用在你的社交场景下 你这个东西你要怎么样去用 你比如说你你用到你你用到你的这个社交上里你跟你同事说话 那你跟你朋友说话 对不对 你你你你还有就是你你就是你你提了提炼了很多的话数 你天天不实战你天天不会用 没用啊 所以 学习我们都说了四个 我们都说了四个场景 学习啊 学到 对吧 悟到 你学了 因为你学了大量的知识 你通过大量知识的堆卸 你现在要去思考 要去理解 对不对 啊这是悟到的一个过程 悟到之后的话呢你理解好了 说到 你去说出来他 对吧 说到之后的话呢 你未来你就是能做到这样的人 任何老师这句话吗 你现在先学吗 你现在呢你们的在第1个维度吗 对吧 现在先学的这个维度吗 你先学到这些课程 然后呢接下来呢你下课之后的话呢 你 把这个课程的回放个几次 然后呢你呢 干嘛呢思考理解 然后呢自己举一反三 悟到很多东西 就是很多人说的灵感 对吧 灵感完了之后呢你接下来你就去实战 说吗 说不是要实战吗 说 你说多了 慢慢的呢你做多了说多了 你慢慢就会你做到了这样的 你就真正的成功了 做到了 这样的人 这是不是知识变现的 对吧 罗姨说亮的 表达我不清楚 我就在看吗 大家明白吗 我现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你们的闭环在哪里 闭多人在哪里 不是不聪明 不是笨 不是学不会 就在这里 懒呢 第一章节讲成熟稳重 对 好了 男宝宝要课见哈 好了我们今天晚上的课程呢 就到这里 结束了哈 嗯 大家把这个第二章节讲三不原理 好那我们呢 接下来啊 接下来呢 大家呢 把这个课程的话呢 多学习 多看一下啊 然后呢 你这里面什么样的婚姻是好的婚姻 对吧 什么样的这个 人是一个成熟稳重的人 成熟的稳重的人你可以说 嗯成熟稳重的人都有哪些特质 比如说你在这里面提炼知识的吧 成熟稳重 那成熟稳重有哪些特质 对吧好你提炼知识点 比如说 嗯 说话不会冒犯别人 对吧 啊 说话不会冒犯 别人 对不对啊 这个呢是成熟稳重 第2个啊就像我们说那样的啊 不好为人师 对吧啊 然后呢第3个啊 不 交浅延伸 是不是这里面有很多知识给你们提炼的呀 是来打一啊 第4个啊就是 观点啊 观点 不同 不与他起冲突 不说就OK了 不与他人 起冲突 道不同 不相为谋 不说 就OK了 这不是 承受稳重吗 是不是啊 然后呢 还有我们下面说的这些东西 随老师说的这些 那包容 但不放纵 啊 严苛 严格 而不苛求 懂你 但不盲童 爱你 但不牵绊 啊 然后呢 随老师刚才把这些东西讲解了 讲解了这些东西呢 你们把这些讲义放在这里 然后呢对照其他的课程里面的东西 又 可以误导很多东西啊 是不是 同学们 啊 这些知识是不是一点一滴的累积的 一点一滴的堆切的呀 我没有讲错吧 包容 但不放纵 对吧 我可以尊重你 我可以理解你 对吧 你的一些小缺陷 在 无伤大雅的情况下 我可以理解你的 但如果你 就是 但如果你说你 你很 嚣张 对吧 你很放肆 你很肆无忌惮 我绝对不会放纵你的 啊 我 我会要吗呢 我会给你打一巴掌 我抚摸你 但是我也会打一巴掌给你 如果你接受不了 OK 分手 就像这个成熟稳重的男人一样 跟这个女人不就分手了吗 因为你无福销售我 是我 太过于优秀 你 没有办法 消化 就是你无福享受 是你没有这个福气 不是我 没有这个福气 OK 这个思维大家能立即来打赢 对吧 是你没有那个福气 销售我这么优秀的人 而不是我 没有福气 销售你 对吧 错的人 就是错的 他们只能在我们人生 当中呢 出现 是匆匆的过客 而不是 常客 我都说了一个 一个不成熟稳重的人 他是在消耗你的情感 消耗你的时间 消耗你们的金钱 你们得理解这个东西 知道吗 你们不要再回头又回来 回到原点说 老师 女朋友 捉死了 怎么办 要捉 怎么 怎么 怎么整 我该怎么 对吧 又回到这里来了 那我就没有办法 啊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哈 啊 所以 该说的在这里面全部都说完了哈 我们呢 下一节课呢 就讲这个 多角度 就是讲多角度思维啊 然后呢 未婚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已婚的时候你要做什么 这个多角度的思维哈 还要面对这个社交你要去做哪些事情 一个成熟稳重的人 要具备的 能力 OK啊 拜拜 不辛苦啊 宝贝们拜拜了啊 要记得看直播啊 啊 记得看直播哈 自由如风 你看我们的小可爱啊 就是 海岸学习了哈 百步穿洋 嗯 还有世子殿下啊 你看还有我们公共宝宝你看 大家都学了越来越学的 我发现挺好的哈 越学越津津有味哈 嗯 好了我们呢明天再回来啊 明天再回来去聊一下我们国强的案例哈 国强的案例当中有很多的东西 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路坡什么时候可以看呢 等一下就可以给你哈 利娜 然后呢 等一下 呃 你这个什么呀 情绪的管理的这个课程 我也给你哈 啊 情绪的平衡的把控 还有这个 这个优点和缺点的这个课程 我也给你一并给你哈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呢你你如果说你想看以往的课程的话呢 也可以在我们的课堂 去看回放就可以了哈 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到此结束宝贝们拜拜